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奇斯,小滑稽演员 狂欢节就要结束了,不过街上仍然很热闹 到处都是那些演员们用的小屋子和旋转木马 在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搭着帐篷的马戏团呢 这是一个从威尼斯来的小马戏团 他们一共有五匹马,主要像人们表演魔术、杂耍等小节目 他们的帐篷正好是广场的中间 而广场的一角是停着三辆马车的地方 就是那些杂剧演员们的小小更衣室了 这三辆马车就像是房车 每个马车上都有几个小小的玻璃窗 还有一根长长的烟囱 马车的外面则料买了婴儿用的尿布 真是一群可怜的人 我看见有一个年轻的杂剧演员 他一表演完走钢丝 就立即要跑到马车前给婴儿喂奶 很多时候,我都听见人们这样说他们 只不过是个街头卖艺的 但是,他们却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而且,他们是靠着自己艰辛的工作换来的收入啊 我倒觉得他们很高尚 你看吧,即使是在这寒冷的冬天 为了表演的需要 他们仍然穿着单薄的衬衫 往返于表演场地和马车之间 饿了,也只能趁着表演的奸歇 胡乱地吃一两口食物 更悲惨的是,有时候忽然刮起一阵大风 把他们的车棚吹翻了 他们就不得不把票钱返还给那些观众 还要连夜来修整被风吹坏了的帐篷 这个马戏团里有两个孩子 我父亲有一次路过广场的时候 碰见了他们当中年纪较小的那个 就和他交谈了几句 原来,他是马戏团团长的儿子 记得去年狂欢节的时候 我们曾经见过他 那时候,他正在广场上表演马戏 现在,他又长高了许多 圆圆的小脸显示出淘气的神情 他穿着滑稽演员的服装 就是类似于天鹅绒的那种白色的睡袋 只在袖口的地方绣了几道花纹 脚上则穿了一双小小的布鞋 别看他年纪小 但他什么都会做 他每天都会早早的起床 打来牛奶放到自家的马车下面 然后,把马牵到广场上去 他还能帮助大人照料婴儿 搬运东西,生火等等 每当醒下来的时候 他就跟在自己母亲的身后 一步也不离开 我的父亲经常站在窗口注视着他 对我们说他家里的一些事情 父亲说 那个小伙子很不错 他的父母也都是很好的人 他们一家人看起来幸福极了 有一天晚上 我们去那个马戏团看演出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过寒冷的缘故 来看演出的人很少 尽管如此 那个少年滑稽演员 为了使大家感到快乐 仍然在卖力地表演着 只见他一会儿从半空中跳下来 一会儿抓住马尾巴 一会儿倒立着前行 一会儿又唱起歌来 我看见少年的父亲就站在一边 看着儿子卖力地表演 眼神里充满了悲伤 我的父亲很同情这个马戏团 当画家戴利斯来我家拜访的时候 我的父亲对他说 我家楼下的那个马戏班子 总是很卖力地表演 而且表演得很不错 可为什么观众这么少呢 戴利斯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呢 画家想了想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说道 你可以给葛塞特报 写一篇有趣的报道啊 你可以把那孩子精彩的演出 好好的描绘一番 然后 再由我给他画一幅肖像 附在一旁 葛塞特报人人都喜欢读 大家看到报道后口口相传 就会蜂拥来看马戏班子的演出的 于是两个人爱商量的计划 立刻动手盖了起来 父亲用灰鞋 而不是优美的文字 写了一篇报道 报道里把我们从窗口 看到的一切 大大渲染了一番 令人读了之后 都会想去了解 那个小小的滑稽演员 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他 疼爱他 画家给那个少年 画了一张 唯妙唯肖的肖像画 文章和画像一起登在了 星期六晚上的报纸上 果然 星期日的演出吸引了 大量的人前来观看 原来他们都看到了 名为少年滑稽演员的报道 父亲带着我走进了戏棚 戏棚里人山人海的 很多观众手里 都拿着一份葛塞特报 他们一边看着报纸 一边谈论着少年滑稽演员 那个少年走上前去 向台下的观众 敬了一个礼 马戏团的团长 也高兴极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多的观众 前来捧场 他也从来不敢想象 自己的儿子 会成为整场戏的焦点 我和父亲 找到我们的位置后 紧挨着坐了下来 我站起来 看了看人群 原来 这里有很多 是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的体育老师 就站在马匹的出入口处 我们对面的二等席上 我看见小石匠 和他的父亲 并排坐在一起 一看见我 小石匠 马上冲我 做了一个鬼脸 再稍远一点的 斜对面是卡洛斐 卡洛斐正在 数着观众的人数 距离我们最近的是 罗贝蒂 他和他的父亲 一起坐在一等席上 罗贝蒂座位旁边 放着他的拐杖 他的父亲 则把一只胳膊 架到他的脖子上 演出开始了 少年滑稽演员 一开始就拿出了 自己的看家本领 他在马背上 钢丝绳上 大秀自己的绝技 每当少年 飞身乐器的时候 都会赢得 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观众中还有不少人 走过去 伸出手去摸摸 少年的卷发 随后 又有几个魔术师 杂耍师 伴随着荧光闪闪的灯光 开始表演起来 可是 他们的卖力表演 似乎并没有 引起观众的兴趣 这时 只见我们的体育老师 和马戏团的团长 低声耳语了一阵 接着 体育老师 环视了一下观众 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最后 目光落在了 我和父亲的身上 父亲也觉察到了这一点 猜到一定是我的老师 告诉了马戏团的团长 因为他写了文章 才吸引来这么多的观众 但是 父亲不希望 马戏团的团长来感谢他 于是 他对我说 安丽科 你在这好好看戏 我在外面等你 这时 那个滑稽少年 和父亲说了几句话 就又上台表演了 他站在奔驰的马背上 一个人扮演巡礼人 水手 士兵和杂技演员 四种角色 换了四次衣服 每当经过我面前时 他都要盯着我 看上很久 演完之后 少年一个漂亮的转身 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接着 他把自己头上的帽子 取下来 拿在手里 开始在戏棚里 转着圈收钱 观众们纷纷往他的帽子里 扔钱或糖果 我也准备了两个隐蔽 可是 当那个少年 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他只是用充满感激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立即就走到别处去了 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对我这么无礼 演出结束后 马戏团的团长 在台上向观众致谢 接着 观众就如潮水一般 向戏棚门口涌去 我也随着人群 不由自主地朝门口走去 这时 我忽然感觉到 有人碰了一下我的手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个小滑稽演员 他正微笑着看着我 他的两只手里 捧满了糖果 这时 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你可以收下这些糖果吗 他说 我点了点头 拿了几块糖果 少年有些不好意思地 接着说道 我能亲吻你一下吗 吻两下也行啊 我回答说 把脸凑了过去 少年用袖子擦了擦 他脸上的白粉 用胳膊围住我的脖子 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两下 他说 请带给你的父亲一个亲们 请带给你的父亲一个亲们 请不成熟 他讨厌